迪米特带着人走了 一行人继续向北 朝着西州市的方向前进 目送着那些身穿漆黑色外骨骼的战士远去 藏在流民中的男人松了口气 将手从破旧的斗篷里抽了回来 在废土上和陌生人打照面 从来不是什么好事 有时候冲突的导火索 可能只是一个眼神 大多数情况下 双方都会自觉地避开彼此 但如果其中一方停下了脚步 甚至主动靠近了过来 会发生什么就难说了 尤其是他从那些人身上 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他们似乎刚吃了一场败仗 甚至就在刚才一瞬间 动了拿他们泄愤的念头 流民队伍的领头 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 等那几个不速之客走远之后 他立刻走在了队伍的前面喊道 曙光城就在前面 那里有遮风挡雨的屋子 和温暖的被窝 还有热水和食物 大家再坚持一下 我们得走快点 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 捧头垢面的男人 小声嘀咕了一句 他们会把自己的食物 分给我们吗 背着孩子的女人满脸愁容 我们还得走多久 面对着那一双双视线 领头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他们在广播里承诺过 无论如何 我们总得试一试 404号避难所 洗了个澡回到单间 躺回培养舱的夜市 关上舱盖 熟练地登出了游戏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 摘掉头盔 映入眼帘的 已经是寝室的天花板 整个过程就像眨了下眼 现在 他的ID叫叶伟 不是废土OL的 最强感知戏玩家 而是一名就读于江城大学的普通学生 在室友们的憨声合唱下 叶伟从床上坐起 一个翻身下床 迅速洗漱完后 将课本塞进了胯包 一会儿还有节早课要上 就算决定打职业 他也没打算把学业彻底放下 毕竟再怎么说 也是个名校 好不容易才考上 他还是打算对自己的努力有个交代 完了这么久的废土OL 叶伟早已经习惯了 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角色身份的切换 以前从窗户旁边经过的时候 他还会疑神疑鬼地多看一眼 现在只会感慨 和平真好 阿伟 帮忙占个位子 头顶传来睡迷糊的声音 叶伟抬头看去 见刘哥居然醒了 惊讶道 一 刘哥醒这么早 尼玛 这水龙头突突突地像放机关枪 我能不醒吗 躺床上的刘哥打了个哈欠翻身 我不行了 我得再睡一会儿 其他人还在打憨 睡得老香了 穿上鞋的叶伟 一脸无奈地说道 水管里有气泡我也没办法 我开得很小了 要我说 你睡眠质量差不如 跟着我预约一下 至少能帮你睡个好觉 反正也不花钱 躺床上的刘哥 PTSD式的一个哆嗦 摇着头说道 不了不了 好兄弟 我真没有那个会跟 练不了你的神功 呵呵 不信算求 叶伟不再废话 随手从室友们桌上 捡了三本书色镜胯包 然后便出门去了食堂 白天一整天的课 晚上还要出一趟远门 叶伟和方长他们约好了 大家一起凑个四万银币 采购一些曙光城的特产 运到巨石城去换成筹码 81号钢铁厂和地晶科技 同时委托他们帮忙采购二手设备 并愿意按照一枚筹码三银币的兑换率 用银币结算 这个兑换率包含了50%的运费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 牛马小队们先到巨石城 然后从拍卖行那儿拿到次日的竞拍清单 拍照之后下线 发到论坛的私聊窗口里 有两位委托人决定拍哪个 心理成交价多少 具体怎么拍 这一来一回 保守估计也能有两倍以上的利润 想到这儿 平时一直喝两块原味豆浆的夜尾 膨胀地换成了三块钱的黑芝麻 三块钱两个的素包子 也换成了三块一个的酱肉包 一口下去满满都是香味 太爽了 边走边吃 夜尾寻思着一会儿到了教室看一眼论坛 就在这时兜里的手机震了下 摸出来一看 消息是老妹发来的 九九 哥 你玩的那游戏是不是这个 九九 链接 包子和手机差点一起掉地上 夜尾连忙腾出手 打字回道 你从哪儿弄来的链接 九九 群里 零 零 夜时 赶紧退了 小孩子不要玩 九九 你才小孩 我成年了 诺 夜尾心中暗道一声糟 自己这话好像起了反效果 这家伙绝必跑去填表了 一想到自己的ID 夜尾顿时慌了 这尼玛不当场射死 九九 可 你听老哥说 这游戏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 而且对萌新极其不友好 你还是以学习为重 九九 包 夜尾 干 夜尾急得抓耳挠腮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要不 求光哥给自己开后门 发张改名卡 可这不太好吧 眼看着快到教室了 夜尾深呼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冷静 β0.2版本之后 预约玩家数量暴涨 百万大军排队预约 每天30至40个激活码的发放速度 挤进来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排着排着 估计他就放弃了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 夜尾总算是放下心来 在教室中间 找了个四个连着的位置 将包丢上去 然后用手机登录了 废土OL的官网 七点整 光哥的更新公告 总算是发出来了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居然还给他们发了个全服公告 全服公告 恭喜燃烧兵团成为 封测辅首个LVR兵团 由于兵团长 选择公开成就 因此该成就作为团体荣誉 进入名人堂 泉水指挥官 我靠 这么快 边缘滑水 开东西了吧 尾巴 一 白熊骑士团才 刚到洪河镇 居然有人已经 LVR Sigma 斯斯 阿伟快醒醒 我们不是兵团 我们是注册在 行商工会的商队 尾巴 嗷嗷 我搞混了 下画线 下画线 方长 滚蛋 打得好就是开东西了 这叫实力 得意 马卡巴子 没天理了 兵团系统太强了 生活职业玩家水生火热 嗚嗚 求求策划 削一刀吧 峡谷在逃 岩鼠 干 你损人不利己呀 羡慕归羡慕 岩鼠的骷髅 冰团也快LVR了 就差两个任务 虽然没能拿到名人堂成就 但到了 LVR给的预算 还是很香的 然而 也许是听见了生活职业玩家们的呼声 狗策划忽然发布了一条Beta 0.21升级补定 当看到兵团系统玩法机制调整这几个大字时 岩鼠的心中便有种不祥的预感 调整内容 依兵团新增属性界面 主要属性为规模 后勤两项 每升一级 两项属性同步成长一点 如 LVR对应的规模和后勤 均为二 2.1点规模对应时招募上线 1点后勤对应时后勤点数 招募上线决定 可招募玩家数量 后勤点数可用于兑换均械 如 占用一后勤点数 可兑换一套征兆兵套装 其中包含一把 LD47步枪和120发7毫米弹药 占用二后勤点数 可兑换一套支援兵套装 包含一把 LD47最轻击枪 和500发7毫米机枪弹 三后勤点数兑换的装备 及其弹药损耗 将由新联盟承担 该武器平时保存在军火库中 战时由自重部队负责运往前线 军需官 NPC负责管理调配 非战时或执行特殊任务 不得使用兵团装备 四 每升一级可获得一枚点数 可自由分配在规模 后勤 亦可消耗用于提升学说 五学说 代表着兵团发展的倾向性 如擅长大规模作战的玩家 可选择轻步兵学说下的 人海先锋 获得100%规模加成 带着你的队友们不当人 也可以选择该学说下的 特种作战 获得轻步兵装备点数 花费-50%的BUFF 带着你的队友们神党杀神 擅长闪电战的玩家 可选择机动作战学说下的 装甲矛头 获得-50%装甲单位 点数花费的BUFF 也可选择稳妥一点的不坦协同 将一半的点数折扣 分给轻武器 火力优势学说 分为火力覆盖和不炮协同 推荐将技能点留给后勤 多配紧门炮和弹药箱 反正你们也用不上规模 6.LV2 LV10 LV20兵团分别可解锁一个学说草位 每个兵团能够携带的学说数量有限 玩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搭配 但请记住 一旦选择了学说大类 就不可以选择其他大类下的专属分支 是在前线冲锋限阵 还是在后方当打炮的工具人 你总得选一个 叶伟将更新公告从头看到了尾 大概了解了这次更新的内容 简单来说 狗策划希望玩家们在玩法上做出取舍 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不过那个装甲矛头 它没有坦克吗 叶伟表情微妙地翻了方官网资料库 新联盟目前唯一能撑上装甲单位的 也就那几辆扛着四连装防空炮的卡车 还是说以后会有 当然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的事情了 毕竟现在还是封策阶段 没有开发出来也正常 真正让叶伟注意的是那个点数系统 之前他们打仗 都是打之前发子弹 打完了官方发的 就用自己的 战役结算界面 分出一笔20%的收益 给装备损耗的玩家补偿 而这次更新做出了一个玩法机制上的改动 那就是将私人装备和兵团装备分离了 兵团装备可用点数兑换 由新联盟委派军须官负责军火库的管理 以及对库存进行补充 这是把私人装备和兵团装备给区分了 以后不能用战役结余的弹药 去做战役之外的任务了 叶伟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惊讶 立刻切到了官网评论区 果然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 伊蕾娜 虽然更新了很多 但总结一句话 就是兵团不得经商 滑稽 精灵王富贵 不过可以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 但不能用工价的枪和甲 滑稽 捡拉机99级 哈哈 两个家级 前面的兄弟让一让 峡谷在桃檐署 看完了 简单概括下好了 这次改动两个重点 一个是后勤大权收归中央 划波预算改为集中采购和统一调配 再一个是兵团装备与个人装备分离 以后补给点购买的装备 会存在指定的军火库 由军需官NPC看管核查 特定的情况才能使用 点数兑换的装备与兵团绑定 不得交易 正常损耗会补 恶意损坏需双倍赔偿 由AI进行裁定 雷电法王 我靠 发银币改成发点鼠了 兵团系统实施极削弱呀 惊恐 峡谷在桃檐署 其实也没销 只是服务器的人多了 把规则的漏洞给堵上了而已 以前发预算 玩家能自由支配军费 自己去买装备 人少的时候还好 现在服务器人多了 难免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 比如A兵团和B玩家商量 我们找你采购 你们给我们回扣 钱就从军费里 溜到了个人账户 现在军费改成了点数 采购和后勤 以及武器保养 军友联盟集体负责 也就不存在拿着军费 替自己赚钱的问题了 对于一开始 就没打算耍小聪明的人而言 这条改动也谈不上削弱 反而因为后勤系统交给了 AI负责 玩家可以更专注于前线 雷电法王 靠 限制这么多 鬼才去玩兵团系统 我直接放着你们上前线 我自己去跑伤不香吗 叶伟一看这句话顿时乐了 忍不住扣字回了句 我盲猜你姓柳 滑稽 雷电法王 峡谷在桃檐署 你这不是没拿到封册资格吗 你都进不去游戏 你代表我们个锤子 滑稽 雷电法王 我是说假如啊 假如我在游戏里 我会怎么做 哎 你们这些欧皇 也就运气比我好 换我进去 早满几满装备毕业了 方长突然冒了出来 战时状态下 为联盟而战 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 放弃义务 即视为放弃全部 这个全部包含游戏内一切财产 不要总觉得自己聪明 也别总觉得自己能代表别人 你的人生除了耍滑透之外 应该还有点别的东西 玩个游戏 都这样 真没必要 斜眼 峡谷在桃檐署 赞同方长老哥 而且玩法调整 并不影响兵团系统的收益 战役的奖励 体现在结算界面 人口 资源 土地等等 都是有可能的 再补充一个冷知识 银币只是新联盟的货币之一 你对联盟的贡献 联盟记得比你还清楚 滑稽 他没吭声了 但他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明明这次更新 收走了兵团的后勤大权 这些T0 T1的玩家 一点也没觉得难受 反而是他这个 连封策资格都没有的云玩家 在替他们鸣不平 难道他们就不想多赚一点吗 银币可是能换成钱的呀 叶伟大概能猜到 这家伙心里想的是什么 虽然并不认同 这家伙也许有点小聪明 还有点事故 但格局还不如他一个学生 假设规则出现了公开的漏洞 并且有人利用他赚取了收益 你不利用 你就吃亏 你就会在竞争被淘汰 因此 即便知道钻空子 损害的是集体的利益 个人也难免会出于个体的最优解 做出对集体最不利的选择 当所有人都陷入囚图困境 没有人会成为真正的赢家 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双输 对于AlphaLun测试的玩家们而言 新联盟是他们凭着一砖一瓦的努力 在一片荒芜人烟的废土上建立的乌托邦 这款游戏的意义也远远不只是一款游戏 他们的眼中也远远不只有那几枚银币 就算没有任何奖励 他们也愿意拿起步枪 为守护脚下的土地慷慨赴死 亏点装备和经验 总比服务器重置要好 401号避难所 忙活了一下午的殷师傅 总算是将新的燃料棒换了上去 重启了避难所的反应堆 随着空气净化系统开始运转 避难所里恢复了光明 楚光也总算是收到了任务完成的提示 401号管理者权限已获取 搞定了 话说管理者权限你准备怎么办 阴方看向了楚光 这里的管理者已经死了 如果他们没有设定遗言的话 一般默认是按照编号顺位 由活着的居民继承 就在阴方给楚光出谋划策的时候 楚光伸出手 轻轻一挥熄灭了头顶的灯 又轻轻一挥将它打开了 阴方看得目瞪口呆 你从什么时候弄到的 你的反应就好像第一次见 我在别的避难所里用管理者权限一样 之前在117号避难所 不也是一样的吗 楚光反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阴方表情有些古怪 117号避难所 不是因为上任管理者的遗言吗 算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放弃了对细枝末节问题的追问 阴方跟着楚光前往管理者办公室 回收了那里的黑箱 401号避难所的管理者办公室 和117号避难所完全不同 这里的装修风格以简约为主 比起办公室更像是实验室 或者档案室一样的地方 阴方一进门就瞄准了 桌上那台通体银色方头方脑的咖啡机 整个人和发现了新大陆式的惊喜 爱不释手的一把将它抱在了怀里 KW8241T型 我在杂志上见过它 太不可思议了 居然会出现在这里 杂志 阴方喋喋不休地说道 当然是站前的杂志 这种型号的咖啡机比起KW8241原型 多了四种特殊烘焙工艺 外观上更是专为研究人员设计的学院风 你看这科幻的造型 外行甚至找不到出水口在哪 嗯 不过它好像出了点故障 但问题不大 修一修应该能用 我能带走它吗 说着 它一脸稀奇地看了过来 随便你好了 楚光斜了这家伙一眼 反正自己也没有收藏这东西的嗜好 想要就拿去好了 一台咖啡机占用不了多少负重 楚光将黑箱一起回收了之后 带着阴方返回了地表 避难所已经重启 等回去之后 它会安排后勤部的工作人员来打扫这里 并将新生产的休眠舱安置到各个房间 重获新生的401号避难所 将作为避轮测试部分萌新的新手村 容纳至少1000名新玩家 至于避难所内的种植区 楚光打算用来育种 为长久农装西侧的大片农田 供应优质的种子 坐在妮扣的背上 返回404号避难所的途中 楚光打开了动力装甲 头盔的信息传输功能 抽空看了一眼论坛 但蓝色的视窗 直接投射在了它的视网膜上 楚光挑了几个眼熟 挨地发的帖子看了一眼 对于β0.21版本的改动 玩家们各有各的解读 也各有各的观点 不过 无论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对兵团系统的改革 都是在必行的 新联盟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需要的是团结的士兵 而不是一群各自为战的军阀 将后勤大权收回联盟中央 由专门的后勤部门统一调配 是楚光军事改革计划的第一部分 之后 他还会拿出更多的措施 在制度上 确保各兵团之间能够协调配合 选择兵团系统的玩家 能够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 让楚光比较意外的是 泉水指挥官的帖子 这家伙平时很少写攻略 这次倒是写了挺多字 除了对兵团系统的各分支学说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这位老兄还在帖子的最后断言 这次β0.21版本的调整 是在为新的资料片做准备 而资料片的内容 很可能与北伐有关 将帖子从头看到了尾 楚光的嘴角翘起了一丝笑意 还挺聪明 虽然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一日 曙光城北 平整的机场跑到旁边 坐落着新联盟的军营 目前驻扎在这儿的是 重组之后的第一、第二兵团 以及身穿轻、重型外骨骼的 进卫兵团 和玩家们不同 这些士兵们不但穿着统一的军装 手中的武器也是清一色的装备 站在楚光的旁边 瓦努斯神色颇为的一道 如何 望着轿场上那一片枪旗如鳞 穿着动力装甲的楚光 暂许地点了下头 没有吝啬自己的褒奖 很好 站在这里的士兵一共有397人 在瓦努斯等军团前军官的训练之下 他们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战斗意志 都和数月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甚至还觉醒了几个 作为常备兵团 这些原住民士兵承担的主要任务是防守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楚光会放松对他们的要求 废土上的威胁远远不只是掠夺者 尤其是在遭遇了火炬之后 楚光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玩家们的战斗力虽然强悍 而且有着不死的优势 但常备兵团的建设也不能因此松懈了 玩家不可能24小时在线 总有玩家做不到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只能由这个世界的人去完成 简阅结束之后 楚光趁着大家都在召开了作战会议 除了第一第二兵团的兵团长之外 包括后勤部的卢卡等新联盟的高层也都参与了进来 没有浪费时间在开场白上 楚光直接进入了正体 火炬的武装力量 偷袭了我们护送燃料棒的运输队 参与武装向北方逃窜 虽然只有八个人 但他们的装备精良 且训练有素 如果放任他们和脚股部落的人会合 恐怕会在今年秋季给我们造成大麻烦 目前蛇士族与红河镇的战争僵持不下 暂时腾不出手来对付我们 如果我是他们 我大概率会选择在西州市休整的牙士族 作为扶植对象 挑唆他们南下 继续去年那场戛然而止的战役 既然这场仗早晚要打 那就在他们的地盘上打好了 军营内的众军官 脸上纷纷扶起了激动的神采 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尤其是班首 年初的那场攻势中 坚守在长久农庄的警卫队损失惨重 他不少弟兄都在那场战役中倒下了 然而那些狡猾的恶棍们 见到黑蛇的溃败 竟然夹着尾巴转身逃了 这一刻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看着自己战役高昂的部下们 楚光双手撑在了地图上 用认真的语气继续说道 北伐将在下个月开始 目标是将盘踞在西州市的牙士族 一个不胜地驱逐 在北伐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至少30架飞机 50辆卡车 500万发弹药和炮弹 以及将我们的铁路铺到远西镇 这场战争将彻底改变河谷行省南部的格局 关于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我希望你们克服一切困难 竭尽全力完成备战工作 既然大猎谷和巨石城都不愿意去管那群臭狗屎 楚光的右拳落在了地图上 眼神坚定地说道 那就我们去 感谢光芒之影的盟主打赏